那我就希望說 欸 至於有這樣一個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他對音樂的熱情 結果沒想到 一月份的時候他說 他可能就是出了一點意外 可能沒有辦法來參加 所以原本就是非常的難過 結果 欸 突然我們這個活動資訊出來的時候 他就說 欸 其實他可以就是 觀察一下自己的這個 當事好像還OK 所以他就 因為他自己對音樂的熱情 他還是抱邊來參加 我們是給他一個熱烈的掌聲 接下來我們請跟Yoda他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Zola 然後本名是紫若 那我的 我現在 之前稱號是音樂的肥寶科 但是現在已經變得音樂三角組合了 其實發生在 就是1月8號那天下午的事情 就是我被 被人家載 然後就後面說 欸 突然轉過來 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 盡量不要這麼多次 而且現在台中 台中交通這麼的高 超學好 對 然後呢 呃 為什麼我對音樂這麼的愛呢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覺得 呃 我是上天派下一個音樂使者 對 那我從4歲時候 幹嘛讓我們學校一起 然後大概六歲到半學上一起 那從小就在福音學院場 就是去 呃 一些醫院啊 監獄 還有那個肥寶院去做一些食材 那這些小時候的貼 經營都會影響到我的眼神 那我來看一下 小時候的很多啦 但是 呃 或是沒有搏 那我先走走 呃 但是 我希望在那裡 所以我看我們走開了 不如停摩著 呃 那我只是說 虽然我 叔叔 你被藏向 却中游泳 有点想 有点想要回到 从前的认诀 I still believe I'm just a child 也有着一面无边的 只要唱 I still believe I'm just a child I still believe I'm just a child I still believe I'm just a child 那这种曲子 其实就在讲说 因为 我都知道 我们都有碰到 那因为社会限时的压力 让我们是 回到不感觉最后 那就是想要跟就是 分享给大家说 人家回到昨天 不用武器 然后有感觉最后的碰到 就是大家的梦想 那 我的梦想就是 带着乐器人到世界边去旅行 因为我要去旅行 然后 为什么要旅行 就是一个 确定的音乐人来讲 它是一个可以累积平感 激发领域的方式 那这个次我在 我在德国 我在德国游和三十天的时候 就带着乐器人的笑话 走到哪儿 谈到哪儿 那有一次就到 那前往新天的好路上 那个很多都能力的地方 然后火车跟火车都没有位置坐 所以我就挤单的车场间 撤走旁边 然后我就带着乐器人 那边固承一个小空间 我就想说 把这个坐在一辈子 没有收音的探紧 那很特别 就没想到 就做出一种 做出一种 有异魔风情的旋律 的方向 就吃了 就吃了 烤鱼 扬白材 的为何 一等 就吃了 第二天 这些食物都可以用滴滴去排泥 是 是 这些食物都可以用滴滴去排泥 所以 很美味 最好的 非常美味 這有點像台灣日月台 看完麻料之後 除了運行 帶著運行去運行 這首風琴是在後中看到很多街頭音樂教學 他們都一直拿著樂器到不及 所以讓我瘋狂就是首風琴 我就不管三星之幾 我就花了200歐元 手放點蛋 手放點8公斤 音樂背包課 看了運行去旅行 最重要的是音樂會 這位法國 來自法國五點吉他手 是我在台灣台北十大公園認識 我都俗稱 街頭上的手指比較接 應該因為他 我把九年沒有拿出來 拿出來演奏的小朋友 就是拿出來 演奏我從來沒有演奏過的崛起音樂 看了報告座 我從來沒有做十分街頭 那非常感謝認識這位法國 讓我做很多事情 後來我因為 因為我相處於一個四個圓門 每次都在晚餐 然後我就去懷念他 然後我就去背去法國 找到這一個好圓 然後我們在最後一間見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開心 就很開心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繼續的在 但可能下一次見面是 找一張床的工作人員 還有機會接著見面 好那 除了當法國人 我還有在七大片 是一個荷蘭的交換學生 他的歌詞 讓我想到殺到不來 因為我會邀請他一起合唱的從事 後來我當然有去荷蘭找這一位 體驗了20天荷蘭的悼念生 好 好 那我換一下 好在去年的 極遠所在台中請美認識 這一位來自日本的音樂隊長 這個人他非常有趣 他帶著其他到處的旅行 那自己已經走過30個國家 那他街頭蠻翼呢 決定他要睡在哪裡 所以是一個非常好的冒險 那這是我 就是他的片頭 有幫他接洽一些表演的 那這個我們就是 跑去厚里一家床 餐餐餐廳 那可以我們一起到的期間都辦 那因為他呢 我 我知道 因為他 我開始想說 欸 在自衛作祥 去鼓勵的那個時候 他就帶這個牌子到自衛作祥 那是沒關係 所以到底什麼是音樂隊嗎 因為我 就要從那些一開始見 我幫你的時候感受到的氣 我從 我開音樂前年的時候開始 帶著音樂器 接著發音 那 一開始我以為 就是會投情的人 會是那些 這樣 穿著方向 尖叫你來的 但是我後來發現 會投情的人 會停下來聽我音樂的 甚至 學生啊 或是 根本就沒有 居住 沒有固定居住 居住的街友 我開始想說 就是 到底音樂這個東西 為什麼不夠讓 這些原本 口袋進入生的 他們可以去 去 所以我不曉得 音樂馬步 應該是 只是拿來轉型 是要讓他們 拿來推廣去 做一些 最有益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想 這音樂可以好 然後把它 透過音樂的鼓勤 去把 這個 正面音樂 傳統給 那 其實是我 小朋友 在 職業學校 去做 食材 那 這一家 公益咖啡店 就是 我們也是在 移錄的時候 好像 認識這家 咖啡店的老闆 這個 咖啡店的老闆 她是 她的妹妹 因為孩子 故事 然後 她為了想要 幫助妹妹 然後去 成立這家 公益的咖啡店 那很多的公益 在北方 那我就非常喜歡 所以我就跟那邊老闆 都 恰比一些 那種做公益 的商品 特別的事情 所以 也恰比 那基本上 音樂背包特地是 用音樂去交換 友情 或是 頓飯 或是 習俗 這樣子 那這次我在花蓮的時候 認識一個 店頭一人 她是打鼓 那我是第一次 跟純粹打鼓 一起合作 那 完全就是 兩七八個 想 想 我就拉出一些 原本 除了都沒有拿出的 一些選擇 就是還蠻熱的 就是 教學的相長 所以呢 因為 本來特的任務就是 呢 帶著樂器到處去運輯 然後把這個 這個 放了這個 人家宣傳過 好 那 我想要講一下 這個本事業 大家可以 稍微安散一下 因為呢 再來 原本寒假的時候 我要進行一個計畫 就是 帶著小明星 那 跟我讓一個火花 帶小明星 去 其他育幼樂劇作 學會演出我的音樂 創作音樂 那有就是 不小心受了傷 所以就 這個寒假計畫 就脫炎了 對 那 不過等商好之後 我一定要馬上 去做這些計畫 那 這個計畫即將 是跟Career 做配合 希望可以透過大家的支持 然後 去讓這個音樂 可以更加的 去 去 好 那 出所 個人的領事 這個是 沒有辦法 很好笑 那 希望大家可以多 follow一下音樂 再好 如果 各位喜歡旅行 或喜歡音樂 都可以來 在這邊 大家一起加油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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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ra 聽看 在聽這個 Rora她的分享的時候 我就 我在旁邊聽了 我就一直覺得很羨慕 就是 為什麼她有辦法 就是透過音樂 然後出去流浪 然後跟 跟這些 可能街友 就是以音樂會友 對 那我就想著想著 我就說 但其實我覺得每個人身上 其實都多多少少 例如說你可能 欸你可能想說 學過跳舞 對不對 那你或許可以出去跟別人 用跳舞會友 那你可能 欸你很會打坨